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呢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XR Studio虛擬攝影棚 那它的全名叫做 Extended Reality Studio 那我覺得這種XR Studio 跟平常的綠幕其實非常非常的相近 就是前景是實際的東西 那背景呢就是虛擬的東西 或者是另外一個空間的東西 然後就是前景跟背景就這樣合起來 那只是合起來的方式不一樣 綠幕的話合成是在後置的部分直行 但是XR Studio 我們的背景虛擬的東西 是在前置作業就要先去執行的 就我們要先建模把整個場景做出來 那我們的XR Studio最特別 就是它的超大片LED電視牆 就是把我們的虛擬空間 投影在我們的電視牆上面 就你可以在現場拍攝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虛擬的背景 但是今天的分享 因為製片公司說 我們不能分享說我們拍攝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說 拍攝實際的畫面到底長怎麼樣 我們只能分享一些技術層面 還有我觀察到的優缺點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機會去玩玩 然後去參觀這個XR Studio呢 是因為有一個製片公司 他們在找便宜的零食演員 那我就去當便宜的零食演員啦 那最酷的是這三天拍攝 我只拿600塊 那確切說就是我們是沒有收任何錢的 那600塊那其實是車馬費 就是三天的免費勞工啦 這次去的虛擬攝影棚呢 他們是Moonshine這間公司的攝影棚 那它整個背景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整面背景牆就是有一個 30x30公分的小片LED面板 然後拼接而成變成一個超級巨霸面板 那這全部加起來應該就有數千片的LED面板 在你的背景 所以相當的熱 因為你假設一片面板 假設100瓦就好 那你這樣子幾千片就是好幾十萬瓦的電 這樣子同時輸出 你直接超級超級的熱 那整個背景牆的亮度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的亮 像是你如果拍攝60格的話 180度角的快門 然後ISO400 那你的光圈已經可以收到F7左右 那如果你在現實世界的太陽下面拍攝 你大概可以收到F13甚至16 但是F7在室內攝影棚已經算是 超級超級的亮了 那現場有認真的去數一下到底有幾個點 然後有多少的面板在我們的背景牆上面 那他們是由30x30公分的面板組成 那每一個面板就是一萬個點 就是30x30它是100個點乘100個點 所以就有1萬個點在上面 那一片30x30就有1萬個點 那麼小的攝影棚三面加起來就有1350萬個點 1350萬個LED在你的背景後面 真的是電腦要運算非常非常多東西 那重點是大的那個攝影棚 3500萬個點大概啦 但是就已經非常非常多 那這些東西要運算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厲害的電腦 所以我們整個背景牆就有好幾千萬像素的點 需要去電腦運算 而且是即時的運算 每秒30張甚至是60張的影像 我相信應該沒有這麼樣的電腦可以 讓這些攝影棚去使用 因為如果要這些電腦應該就要非常非常添加的電腦 才能去運算每秒幾千萬像素 然後又每秒30甚至是60格的影像 所以我們使用HTZ VIVE 就是它有一個像是VR遙控器的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綁在相機上面 那旁邊有各種的感應設備 來感應說我們的相機在這個空間中如何移動 就是我們相機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也要順便輸入一下我們鏡頭的焦段 讓電腦去運算 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就 VR會傳輸我們的相機位置資訊即時到電腦 然後電腦即時運算 然後再顯示到我們的畫面當中 然後我們只需要運算出我們需要的焦段的框框就可以了 我們不需要整面的大片的螢幕給它運算出來 因為這樣子會消耗太多太多的運算資源 很可惜我們沒有辦法就是直接給大家看說到底長怎麼樣 反正就是我們只算我們需要的大小就可以了 不會整片全部都用最高的解析度去即時顯示啦 那在畫框之外的畫面也是有繼續輸出 它就是輸出一個比較低解析度的畫面 看起來就像馬賽克 那它就是單純只是要模擬現場光線的反射 就是在那個虛擬空間的反射光線的樣子 假設你手上有一個玻璃杯 那你前面還是有光線反射 你就可以真實的模擬出來 不會像是綠幕就是前面什麼都沒有這樣子 好接著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虛擬攝影棚的優缺點部分 那我們先從優點開始 那第一個優點呢 我覺得它的拍攝環境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們的溝通也都不需要大吼大叫 如果你在戶外啊如果出外景的話 那你肯定會有什麼風啊然後樹葉啊然後空間大的話 你肯定還要有那種通訊設備你才能順利去溝通 那在虛擬攝影棚裡面其實頗完整的 而且它的牆面都有貼各種不同的隔音棉 讓你去避免外面的噪音或是隔壁的噪音去影響你的拍攝 所以大家其實溝通只需要輕鬆的正常對話 就可以說你單舉你哪邊一點 或是你是導演跟攝影要去溝通什麼 都正常說話就可以 不需要帶什麼耳麥啊或是大吼大叫 然後對方還聽不到之類的 這個我覺得是頗棒的 第二個優點就是我們不需要再後製合成任何東西的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在現場已經把所有東西都合成了 而且我們合成的內容是攝影師跟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了 所以你導演啊攝影師啊燈光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們最終的影像 我們的背景長怎麼樣 那大家也比較容易去執行所有他們該做的事情 就不需要像是綠幕我們要大家憑空想像 然後看著那個草圖或者是一個簡單的草稿這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想像說我們背景大概會長怎麼樣 這就是非常非常就比較不方便的地方啊 那如果是虛擬攝影棚真的是輕鬆非常多 就大家可以更明確知道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而不是就憑空想像 那第三個優點就是我們的影像可以更有說服力 而且可以解開更多的平常綠幕沒有辦法做的包袱 像是有透明的東西啊 反光的東西啊等等 那這些實景棚都可以直接 你想要用什麼就用出來 因為我們的螢幕面板這樣子包圍 有真實的反射就讓你更有說服力 然後看起來就像是在實景拍攝一樣 那第四個優點呢就是我們更換場景真的是飛快 這是如果你沒有進虛擬棚你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你可能一天可以跑十個場景之類的 因為我們就只要電腦按一下 我們就換一個場景 這真的是超級超級方便 你沒有辦法想像你真的去跑一天跑十個場景 這應該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你一天跑換個兩個場景三個場景其實就頗厲害了 但是在虛擬攝影棚我們可以一天就換個十個場景 然後每一個場景就是拍個一個小時之類的 你就可以拍十個場景耶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而且你可能上一顆我忘了拍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們可以調整什麼東西 那隨時我們都可以跳到上一顆再重新拍攝 這真的是方便非常非常多 就效率啊還有整個執行都省很多很多的時間 那講完一大堆優點之後 我們接著講一些比較是問題 或者是就是技術層面比較是缺點的部分 那第一個呢就是顏色準確的部分 那整個背景牆全部都是RGB的螢幕面板 所以呢我們整個顏色是超級超級可怕的 就是因為只有RGB三原色 所以我們的光譜是不完整的 那整個打出來就是非常非常的陽紅 我不知道他們現場是有沒有辦法 去用電腦去調整啊或是微調之類的 但理論上是我們的燈光式的燈要去搭配後面背景的光 所以變成我們所有的正面的人物的光啊 還有頭頂的光 你可能就是需要有燈光師再另外去打一個正確 就是有完整光譜的燈光 就是LED啊HMI不管 就是你還要有燈光師去另外增加另外一個光源 就你沒有辦法直接用虛擬碰的那個LED面板 去來打你的人物的光 那你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可怕 第二個缺點也是跟顏色有關係 就是我們的色彩前景跟背景的匹配 就是顏色看起來差距落差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前景就是用我們燈光師的燈來打嘛 那背景呢就是用比較陽紅的面板來打 所以我們兩個顏色其實差距蠻大的 現場的燈光師也沒有要對背景比較陽紅的燈 他沒有去加個陽紅色片啊或是怎麼樣去讓 整個前景的人物跟背景比較相符的感覺 就我不知道這個是後製可以解決嗎還是怎麼樣 就現場看是看起來蠻糟糕的啦 那我不知道到底最終成品會長怎麼樣 第三個缺點還是顏色的問題 那就是我們攝影機就是要盡可能的保持 跟面板90度的拍攝 所以如果這個是面板 你的攝影機可能稍微傾斜一點點 那你的畫面就會變得非常非常陽紅 所以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說 我們就是完全幾乎是平行的拍攝我們的面板 我們一定要垂直我們的面板拍攝才會有一個準確的顏色啦 所以我們如果有一個90度的面板的話 那你如果稍微移到左邊 那右邊那一塊就會比較正常 那左邊那一塊面板就會整個顏色偏掉 所以他們接縫處你就會很明顯看到 哇賽兩片面板顏色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也是個就是顏色的問題啊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最後怎麼解決 但是這就是真實存在的問題 我只是把它點出來而已 我們第四個缺點就是如果我們整個背景牆 可能是一個白天的狀態 那我們前景又打了幾盞可能大燈 然後就是要模擬陽光的感覺 那變成我們背景牆會反光 就是它的面板會反光 所以它的反光就會讓畫面背景畫面對比降低 那變成我們前景的黑點跟背景的黑點就不太一樣 前景可能黑點已經超級好極黑 但是背景呢是灰灰的 就有減少一點的說服力啊 就感覺你的前景跟背景是分開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這個是調色要做的事情嗎 因為後置業 調色很難去把人跟背景分開吧 應該是幾乎沒有什麼可能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們調色非常厲害 我也不知道 第五個缺點呢 就是我們整個室內有這麼這麼多的LED面板 好幾十萬瓦的電 就這樣同時這樣輸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 就跟烤箱一樣 重點是我們攝影棚裡面也不會有風嘛 不是戶外啊 變成整個是超悶的狀態 然後又要收音 所以我們幾乎是開一秒鐘的冷氣 然後關十秒鐘的狀態 所以就整個像是烤箱 大家就是 紅紅的 不是被曬傷 是真的是超悶的狀態 就我不知道這通風狀況是 攝影棚可以改善嗎 還是其實就是攝影棚就 就是這 接下來就是我開心分享什麼 就分享什麼 個人紀錄的部分 那像是我就親眼看到的 Aputure 1200d 就是我新買的1200d Pro 然後真實在片場拍攝 還有那個Nova P600 比較大的平板 但也被我親眼看到在片場使用 那我還學到一些東西 像是製片 它就是管預算的嘛 所以我們變成 越精打細算越好 省越多越好啊 這當然是 省越多它賺越多的概念 所以變成你叫人來 那你可能就是叫一個 可能中午之後 就是他自己吃完午餐 然後再來 你就可以省下中午午餐的錢 然後放人 你可能就是在晚餐的錢 一個小時 或者是剛好晚餐時間放人 你這樣就不用幫他買晚餐了 就直接省了一些錢 這個 就是省小錢啦 對 省小錢小技巧 那我們這三天拍攝 每天都在Delay 然後我已經覺得 這不是什麼 預算多跟少的問題 不管預算多 預算少 你就是會Delay一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台灣文化的問題 就是台灣人就喜歡 超越自己能負荷 就是我要突破自己 就挑戰極限 好像這種形態去做事 所以我們都可以做 就是用最少的錢 要做最多的事情 那就把自己淚死這樣子 就 我覺得就不要做 超越自己能負荷的東西 要嘛你就拒絕 要嘛就是 就不要做嘛 就 就拒絕 就不要做超越自己能負荷 要嘛就是 剛剛好 他付多少錢 我們就做多少事 那我們就準時收空 大家開開心心 不要就是 哇我就是要 導演 我就是要 這一顆畫面怎麼樣 然後就是一直 就是 不知道 這 是附導太棒嗎 還是太爛我也不知道 那最後再來一個小分享 就是我去跟燈光頭 燈光師啦 就聊個 十幾分鐘吧 就聊還蠻多東西的 變成他說 燈光就主要是 就是輔助攝影 就不是燈光自己一個組 然後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也不用任何燈光設計 他說他沒有在燈光設計的 就主要是燈光是聽 攝影需要什麼東西 攝影想要有什麼樣的感覺 是攝影那邊去指引燈光組 而不是燈光組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這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變成我們覺得 燈光組在台灣好像是一個 跳脫 就是劇組的一個神奇的東西 就變成燈光組好像就是 不管別人在做什麼 然後自己打自己的燈自己爽 這樣子 我覺得這還蠻神奇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不太好的狀態啦 就理論上是燈光跟攝影 其實是同一組的 就是我們要 一起討論 然後看看我們要怎麼去創造 我們想要的感覺 氛圍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感覺 那他也有說 可能每一個攝影師有對燈光的不同喜好 可能有的攝影師喜歡HMI 有的可能還喜歡Tungsten 那燈光師就要盡可能去 符合他們喜歡的感覺 對 這還蠻酷的啦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 Extended Reality Studio的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